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一尊大伯呢 没错 今天娱乐新世界的大传呢 来到了彰化 这位娱乐特派员的我呢 又带大家逛彰化 游一下吃海味 那呢 彰化有什么鱼香新鲜事呢 今晚对我这些表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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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你就知道了喔 缺 是缺两人 缺 哦 这不骑人啊 两只脚 一双眼 看索海洋新感动 发现娱乐新世界 彰化县位于台湾中部 是台湾开发极早的地区 长达六十多公里的海岸线 让彰化县拥有美丽的海岸风光 以及丰富的渔业资源 再加上彰化县内地形平坦 也带动了养殖渔业的发展 是台湾重要的养殖大县之一喔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彰化完工渔港 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请彰化地区的朋友推荐几个 鱼香好玩的行程 人家说在地人一定了解在地书 在地书 在地书在地人一定会了解 现在先来给他们看看喔 你们好 我是娱乐新世界主持人 我叫彼虎彪鲜南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彰化鱼香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可以坐牛车赏课点 坐牛车赏课点 我只听说过坐跑车把妹妹 没听说过坐牛车可以赏课点耶 不错喔 谢谢 爸爸妈妈好 小朋友好可爱喔 我是娱乐新世界主持人 我叫彼虎彪鲜南 我给你请问一下 你们的彰化鱼香有什么 特别好生的有地方吗 这个是 娱乐鱼 你们好 我是娱乐新世界主持人 我叫彼虎彪鲜南 你好 请问一下你们彰化 有什么特别好玩 好吃的地方吗 温宰港吧 温宰港 温宰港有什么东西呢 丰富的鱼货量 丰富的鱼货量 海鲜我最爱 可是我最近在剪没关系 吃完再剪 吃完再剪 剛才彰化地區的朋友 熱情的推薦幾個魚鄉行程 而且這幾個地方 宜樂星世界以前都沒有去過了 看來今天我就要鎖定 嘴骨家、桑柯田、伊苗寮 還有溫阿港 要怎麼去呢 先來找我們看看 我說壁虎 你不是要來問路的嗎 怎麼先吃起來了呢 再吃下去你的魚鄉體驗之旅 就要變成魚鄉爆肥之旅了 老闆娘 蚵仔爹是嗎 好 吃飽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讚讚讚 來到王宮漁港呢 當然是要吃全台灣最有名 最好吃的那個珍珠蚵仔之旅的蚵仔爹 它的蚵仔爹裡面呢 都有很多的那個蚵仔 顆顆鮮美飽滿 Q嫩彈牙 讚讚讚 老闆娘 你的蚵仔爹很甜耶 真的喔 你這個蚵仔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這是王宮的蚵仔 王宮的珍珠 很好吃耶 對啊 我聽說你們這裡 可以坐牛車去賞蚵田 要從哪裡去嗎 那在蚵仔 蚵仔那蚵仔就有了 雲雷在這個方圓的海邊 就可以看到這個 坐牛車賞蚵田了 那現在我們就出發吧 方圓距離王宮與港 只有五公里的路程 是彰化地區重要的產蚵聖地 壁虎要找的搭牛車賞蚵田 是否就在這裡呢 牛牛牛我看到牛了 大牛哥好 這裡好多牛車 應該就是這裡可以坐這個牛車 去賞蚵田 先找人烏溫看 烏溫看喔 大哥你好 對 這裡這麼多遊客 他們是來追牛車賞蚵田的嗎 對對對 等一下就是要滷烤蚵仔 吃青蚵仔都有 還有抓一些蚵仔去 我可以一起去嗎 可以可以 耶 早前一月動力器具的不發達 因此造就了彰化地區 用牛車運蚵的情形 目前只剩下方圓地區的蚵農 仍然維持用牛車下海採蚵的傳統 現在他們將拉蚵的牛車 轉變成休閒觀光 民眾只要報名預約 就可以體驗這項有趣的漁業活動喔 在下海牛就只有這邊有 台灣就只剩下這邊有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採蚵 所以這隻牛是在採蚵的 不是來耕田喔 對對對 你沒有看見你現在就在台灣海峽裡面啊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蠻蚵仔 蠻蚵仔 從牛車車蚵仔回去 為什麼阿公阿嬤現在還要用牛車 因為這座堆喔 比較奧頭爛堆 這個很容易下線 牛車是不是跟你插蚵做的 阿公跟本身也有用 所以阿公阿嬤喜歡用這個牛車來這邊採蚵 你如果自己開三年按摩的時候 可能就抓了 阿公阿嬤就是因為有這個特性 還有一個感情 所以他到現在為止 還是用牛車來採蚵 哇 原來牛跟阿嬤是有感情的耶 阿嬤如果在這個媽媽的客廳當中呢 這個牛會安全的把阿嬤帶回家喔 魏大哥 你們這裡的蚵有哪些養殖方式啊 如果想起我們這個蚵 叫做 我以叫做評掛式 他以叫做豆賓亞 放驗箱加上福星箱 是目前中部最大的豆賓亞產區 就在這個地方 喔 阿但是都沒有什麼好處 是 一天曬兩次太陽 一天有兩次熔 因為經過兩次潮汐 所以他的蚵子特別Q 整條的家境我們在遊台灣的時候喔 他那時候就來到王經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發現說這個蚵子怎麼這麼Q 喔 他就說那一件那珍珠的 這樣喔 還有一部的人說喔 珍珠 顧名思義珍珠 珍珠 就這樣傳開來 珍珠珠這個名喔 是 就是我們冰掛式的代表 冰掛式的代表 這個名字是由王經開始帶出去的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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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鵝鵝 有 那要挎起來 喔 這個鵝鵝的肉好大喔 你這個飽滿 你看 鵝鵝鵝在其他大顆要落久了 對喔 一年才會很大 要一年 要一年喔 這才會開地灰 阿嬤說 這才會快樂耶 對啦 就是要每天吃這個鵝鵝 才會開地灰 才會快樂 才會健康 阿嬤妳教妳就要聽喔 這才讓妳大家 大家都快樂 好,在這裡平安你就可以了 哇,好重喔 阿嬤比我還辛苦耶 謝謝啦,感恩啦 阿嬤,出發囉 滿載鵝堆 這不敢認定喔 對阿嬤來說,牛就像親人一樣 存有深厚的情感 這也是這裡的老蝌農 仍使用牛車運科最重要的原因 牛車採科已經成為 方苑地區彌補珍貴的文化資產 想要體驗科農生活的民眾 可千萬不能錯過喔 現在呢,我要開玩看看 古早人是怎麼大魚仔喔 GO 好大顆喔 哎呦… 殺不起來 哇,這胖子很髒耶 再體驗嘴鼓家桑 而聊之後呢 現在我們來到了彰化線花壇鄉 來這裡認識儀苗寮 聽說儀苗寮是台灣淡水儀苗的發源地耶 要問儀苗寮?在哪裡啊? 請來找我們問看看喔 這位大哥你好 我是娛樂新世界主持人 我叫佩虎錶 聖狼啊 怎麼有人付這個名字叫聖狼啊 我就是了啦 這樣喔 我給你請問一下 這個魚苗寮是要從哪裡去 我說魚仔寮 我是真在地的 我很聰明 我帶你來 絲絲絲絲的 有夠精采 你帶我來 你給你麻煩對嗎 不會啦… 你就帶我來,我帶你來看 這樣喔 是… 看到了沒有人見人愛吃二見吃菜 充滿藝貴人喔 花壇長沙村的魚苗寮 擁有兩百多年的淡水魚苗養殖歷史喔 只是現在已經逐漸沒落了 目前有一群文化工作者 運用這裡的漁業文化資源 推動漁業生態觀光活動 受到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喜愛喔 蔣大哥 為什麼你們這裡會叫漁苗寮呢 我告訴你 這裡有一大粒數 兩百多年的粒數 兩百多年了 對啊,是啊 怎麼說 就是台灣人大概都是大陸移民過來 移民的時候就會有私鄉的情緒喔 他就想說 我要吃故鄉裡面的草魚連儀啊 結果他就想要把魚苗帶到這裡來養 這樣喔 所以在兩百多年前喔 那個鹿港通商之後呢 是 他怎樣呢 用還船 把這個魚苗載到鹿港 採用竹裸子喔 千里條條的挑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原來是先在彰化城外面喔 就是藍門那邊養 結果那養成素很差 養成素很差之後 後來他們就找水源好一點 就找到我們這裡叫做白沙坑 我們這裡的水源特別好 所以以前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喝白沙坑去水 無肥也會水 喝白沙坑去水 無肥也會水 對 就是說我這裡的水是特別好 欸 這個人是要做什麼 這個人喔 這是蝶魚 蝶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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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怎麼會流出來的 不會啦 我跟你說喔 以前的人有多聰明 你說從六港買湯來這裡對不對 買湯來用什麼用 這都你看 用竹裸子你看 旁邊這樣喔 比較輕 再裡面你看 蝦蝦這樣有 不然喔 冬油 就塗一層 塗一層 塗一層 那麵又用一個竹子 再塗一層 都要七丁 七丁喔 對 塗七色 塗七色之後 它就變成水桶 喔 我們就可以用乾的 就不會流水了 從六港打到這裡 誰的感動會釣 會流乾的時候要濕 要乾的濕 這個水喔 會好像有浪喔 有浪 有氧氣了 這水是我們打出的 魚嚇死魚 沒有氧氣啊 就是打氧氣 那它一彈的話 就要兩個人這樣 叉叉叉 那它就有氧氣了 現在咧我就要體驗看看 顧著人是怎麼打魚知道喔 GO 賈大哥說 挑魚樓可是需要相當的技巧喔 特別是要從這麼遠的地方挑回來 而且魚樓裡的水還不能夠滴出來 就知道難度有多高了 看壁虎汗流夾背的樣子 就知道早期的漁民 真的非常厲害耶 好累喔 你看這個 它裡面是空的耶 如果裝水裝魚的話會更重 而且還用這個打氧氣 一邊走一邊搓 古代人實在太厲害了 畢虎 這裡是我們的 魚苗寮的養殖場 這裡都是在養殖淡水魚苗 喔 剛才我今天是好像聽到有人在唱歌耶 那就是剛才在那裡玩魚材 有人要買魚材啦 有人要買魚材啦 有人要買魚苗 他在那邊算 眼前老漁民所吟唱的 就是魚苗寮流傳兩百多年的蜀魚哥 本地漁民在販賣魚苗時 會用蜀魚哥作為焦點魚苗數量的方法 共有大陸蒜、小蒜、魚苑計算 乘重量計算 以及數尾等五種方法 大蒜是我們全台灣 我跟你講 只有我們這裡有大蒜 這樣喔 因為是從大陸的汕頭扛過來 那大陸蒜是怎麼算 大陸蒜是數到一百剛好是五百尾 是五的倍數 所以它的算法是這樣 加一 加二 加二 減一 減二 減二 再來 相等 對 它剛好這樣的口節 就是說我撈起來是五尾的 五尾 叫做一相等 一相等 撈起來三尾的話 剛好是不是八尾 八尾要怎麼講 八尾叫做二減二 就是二減二 二減二 所以前面那個二要乘以五 就十減二等於多少 八 對嘛 所謂的大陸蒜 是大陸流傳過來的屬魚哥 每次以五作為基數 數到整數一百 剛好是五百尾魚苗 在屬魚苗時 沒有三的數字 只有 加一 加二 加一 加一 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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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五種口訣 這種算法 因為比較難學 在台灣已經快要失傳了 只有漁苗寮這裡的老漁民 還會這些祖先流傳下來的屬魚哥喔 如果這樣修成要怎麼算 修成很簡單 是 一加一就是二 二加三就是五 所以你撈起來 如果現在是五尾 再撈起來三尾就是八嘛 八 再撈五尾就是三 所以你說八 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一直加到一百 這個叫小算而已 這個大家都會嘛 這個就很簡單了 碗是怎麼算啊 我要跟你買 一次跟你買兩百萬尾 是兩百萬 那我兩百萬尾要不要 數到手怎麼斷掉 我就是把它分成二十等分 二十碗 對不對 那我們兩個人 你要跟我買對不對 是 我們兩個共同選一碗來算 一碗來算 算這一碗的總數再來乘以二十 所以一碗來計算 這樣有人用買什麼 用算金的 這樣一來就算幾斤幾斤 有的人要買大的魚 就算一圍一圍 一圍一圍 這樣就剛好五種算了 很有趣的啦 這個是我們台灣 所謂的吃魚的文化的一環 為了清楚算出魚苗有多少 而延伸出來的屬魚鴿 在台灣已經快要失傳了 這些阿公可說是台灣漁業的國寶喔 壁虎啊 趕快去跟阿公請教 怎麼唱屬魚鴿吧 六缺兩六 阿伯,我只要怎麼買五十隻 要怎麼算啊 我算給你看 哦 那你五十嗎 你怎麼這麼快呢 十度來就是五十歲 十度來就是五十歲 對 那二十度來就是一百歲 沒有啦 那你算嗎 二十度來一百歲就對了 那你對嗎 阿伯,你又騙了 我也要 阿伯,你現在換我來好嗎 好 我再算看看 好 這樣三歲 一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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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缺 兩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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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缺一 幾歲 三缺一 三缺一 對 十四歲 這樣多少 還算多少 四缺兩 對 答對啦 頭有點暈了耶 以前的人是這麼算的 原來我們以前的祖先 是那麼的聰明的 來到魚苗寮 不僅可以認識養殖歷史 還可以聽老魚鳴唱蜀魚歌 是全家親子旅遊的好地方喔 這裡好多魚喔 老闆 這個是傳說中的魔鬼魚嗎 美麗的夏天到了 就是吃海鮮最好的季節 聽彰化地區的朋友說 新西鄉有一座雲阿港 雖然是很小 但是這裡的漁貨 是非常的大 人家都全港 開車來這裡買喔 但是這時間都沒過程 如果要買 就要有食材 要有這個管道才買 所以現在我們就 好好去調查 這個雲阿港 到底是什麼魅力喔 雲阿港位於彰化縣 縣西鄉 西南邊的西濱快速道路旁 漁港面積雖然不大 但是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現撈的新鮮海產 可是非常豐富多元喔 老闆娘妳好 妳好 我是娛樂新世界主持人 我叫Biu 彪仙朗 給妳請問一下 妳們今天在這裡 有蜘蛛的進來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它是每天都幾點出海 幾點回來的啊 我們是看潮汐 這樣喔 那妳們都會 一天出海多少次呢 當然是一次 因為我們作業時間 一次是八個小時到十二個小時 一次八到十二個小時 這樣很累耶 對 那妳們這裡的魚 都自己作回來的嗎 對 今天有什麼魚呢 今天山腳很多 這個也很好吃 這個是板桃 這是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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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這樣差不多都一樣 不一樣了 看一下牠們身上的花紋 真的耶 還有牠的 有沒有 這個耶 好可愛的魚喔 這隻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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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這隻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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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下去穿它一下 切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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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胡椒鹽就很好吃 老闆 你這裡怎麼會有賣蛇 那不是蛇 這是虎蔓 可以拿起來看看嗎 拿起來 長得好高喔 我號稱180 他號稱190 你這裡怎麼會有摸魚 不是 這是烘魚 烘魚喔 它獨自刺到我臉 怎麼會把我靠臉吃飯呢 沒有 抓起來的時候 那個刺都從尾巴拔掉了 這有黃土蜂 黃土蜂喔 這在吃平魔鬼魚那種的還好吃 這會變成料理嗎 對 這做三杯就很好吃 那像現在這個季節 你們這裡有什麼魚是最多的 現在到中秋都出產奇亞 奇亞最多的 這三點奇亞 這是花蟹 因為它是花花綠綠的 這是它的母蟹 這公的 這母的 溫達港魚市和其他漁港最大的不同 就是漁市在漁港旁邊 船一靠岸 捕撈的漁獲就會搬到漁市來賣 顧客可以直接看到漁獲的來源 新鮮海場讓你看得到也買得到喔 哇 這裡好多人喔 等一下會有很多漁船 就是慢慢地陸續回來 那今天會捕到什麼魚呢 等一下我們看看就知道啦 這些漁獲都是你們捕回來的嗎 對 對 對 那你們今天是幾點出海啊 五點 五點就出海了 現在捕回來有什麼魚呢 可以看一下嗎 有 喔 這裡好多魚喔 這個是白餐 白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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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最愛 這個 五花 五花喔 黃花綠月 對 這是什麼啊 蹄嘎 對 船又回來了 整個漁港都熱鬧起來了喔 這裡的魚飯幾乎每一攤都有船 通常都是先生捕魚 太太賣魚 因為沒有中盤商 所以薄利多銷 魚貨種類多 價格更是非常的便宜喔 喔 這就是剛剛捕撈上來的魚喔 一捕撈上來馬上就送來這裡賣了耶 你看 這裡這麼多遊客 這位先生 你今天買了哪些魚啊 喔 那個白餐魚 喔 你今天買了白餐魚喔 你平時都會來這裡買魚嗎 對 對 對 平常我有時候來這邊 因為這邊的魚比較新鮮啦 喔 這裡魚是比較新鮮喔 有比較便宜嗎 對 剛才那個漁船剛剛進來嘛 剛剛進來說就很新鮮 對啊 那很多人都在這邊買 那你今天打算怎麼料理呢 這是我太太會處理 用競爭的還是用魚 競爭的 溫納槓雖然不大 可是對許多彰化地區的民眾而言 溫納槓可是他們心目中 購買新鮮海產的首選之地喔 哇 沒想到彰化有這麼多的一夜休閒活動耶 今天比我呢不僅認識了嘴咕家賞客田呢 也認識了魚苗寮台灣以前 養殖淡水魚苗的歷史文化 而且也來到彰化購買魚貨 非常有名的這個溫仔港喔 就請求那這麼好的地方呢 你一定要找一時間來這裡試圖看看 保證讓你來了一想再來喔 彰化魚鄉新玩法 好康行程保護貼 早上的時候可以先到花壇鄉的魚苗寮 參加魚苗寮自然生態之旅 認識魚苗寮兩百多年 淡水魚養殖的歷史文化 接下來可以來到王宮漁港 品嘗這裡最著名的美食二爹 並遊覽王宮漁港的美麗景色 下午的時候可以來到彰化縣方苑鄉 參加充滿地方特色的 搭牛車賞磕田活動 近距離體驗彰化著名的珍珠科養殖過程 傍晚的時候可以來到縣西鄉的烏納港 採買最新鮮的魚貨 彰化魚鄉之旅 讓你玩得盡興樂活又開心喔 在巴東時基隆海的最常見就是生寄王 外海看到燈亮亮的 都是用根寄王去抓魚 通常漁船它會有兩根長長的方式 拉起來 拉起來 來 噴水 拉進來 好大隻喔 它的顏色好漂亮喔 它叫做最新鮮的小罐耶 對 白帶魚蛋 這是白帶魚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白帶魚喔 我有看到一個漁民爺爺啊 他在教小朋友那個趴手網 對 這是什麼奇蹟 這是什麼奇蹟